HELLO 大家好,我是HINI 最近收到台灣寄給我的保養用品 是這麼大箱的 所以我就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開箱 今次的單品全部都可以在台素新衣官方商城買到 雖然不是我們耳熟能場很熟悉的品牌 但是全部都是台灣製造的 我們一起打開看看裡面會有什麼 哇,其實這個盒子真的很重 裡面有5樣東西 最有份量、最有重量就是這個 這支是Doctor's Formula 新星級髮根強化洗髮精清爽版本 上面的貼紙是寫著吳依林推薦的 以前看女人我最大的時候 覺得她很厲害 在頭髮、髮型管理方面很專業 而且她很真性情 所以我覺得她代言的話 應該也有一點順遇保證 這款洗頭水很好的地方 就是裡面沒有刺激素、直靈素化劑、人工色素、 甲醛ParaBase等等 它適用於偏油性的頭皮 還有頭髮是比較脆弱容易斷的人去用的 我現在就開了它 洗頭水除了它的功能之外 我覺得味道也很重要 嗯 我們過來聞一下 這個是青蘋果味 嗯?是青蘋果味 總之就是一個很清新的味道 可能是我傳出來的青蘋果味 然後我們就開這一盒 它是E脂肪絲加彈潤膠原蛋白生態複方粉末 裡面是有20包 然後每一天就沖一包 加進去水也可以 然後加進其他飲品裡一起喝也可以 而功效有什麼呢? 有美白、蛋潤和抗老化的 我們現在就一起沖一包 試一下它是什麼味道 因為我很怕很怕粉 那些膠原蛋白粉有一股腥味 所以我也有點害怕 聞下去甜甜的 沒有一些奇怪的腥味 粉是有一點淺粉紅色的 大家看到嗎? 咦?用A Peach的杯 剛剛好也是粉紅色的 攪拌完之後 就會是粉紅色裡面有一點粒子 聞下去有點像蘿蔔和啫喱糖的味道 它是甜甜的 有一點微酸的 容易入口的 絕對沒有那些腥味 它不是那種你要逼自己去喝 你是願意一天喝一杯的味道 今年夏天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我浪費到整塊炭的黑 除了臉有美白和防曬 沒有那麼嚴峻之外 手手腳腳全部都是重災區 所以我會連續去喝 看看它的美白功效是否真的顯著 大家看我的照片、Instagram、Story 就會看到了 好,然後就到這支了 講起美白 秋冬一樣 不可以不塗防曬 這一款是DF美肌醫生 白下谷超輕感防曬型露 它主打超輕感 但是防曬力一樣強 有SPF50加 讓我試一下質地 它也蠻容易擠出來的 你推開的時候 嘩!超級水 我也是第一次剛剛開的 你看到光澤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好推的 吸收了之後 完全沒有負擔 不會焗、不會厚 也不會油膩 非常清爽 聞起來是沒有味 沒有任何酒精 或者香精的味道 非常之好 我喜歡的這個 除了防曬 最近天氣這麼乾 盒子裡是超級貼心的 有這個產品 就是護手和潤唇二合一的產品 就是這盒 英戀護手潤唇二合一 很神奇 我未試過一個產品 可以手和嘴一起用 看看 它的包裝就是這樣的 咦? 原來 噢! 它不是一枝搞定 它是有手霜 然後上面有一層 是潤唇膏 大家看到我現在扭的話 這裡就是手霜 一會兒開給大家看 質地 然後上面這裡 可以開出來 就是一個 潤唇膏 是不是很有趣? 裡面的成份 就是有乳木果油 和玻尿酸 所以既保濕 又鎖水 塗出來 你看 又是非常非常好推 但是有滋潤感 完全不需要這樣聞 我一邊塗的時候 已經聞到很大一層很香 很甜的花香味 而且它又吸收了 你看到是沒有那些 很強的油 軟軟光澤 但是有一個保護的成份 因為乳木果油是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秋冬用的身體護理成份 是很好的保護作用 所以 嘩! 這次很有驚喜 這個盒子 我試完潤唇膏 其實塗了上嘴 你也看到 有顏色的 看見都是桃色的 這個很顯色 我超驚喜 而且它是有點柔柔的 很潤很潤的感覺 暫時不是那些假潤感 但是 顏色是極度出色 我原本是橙紅色的唇膏 我直接搭上去 已經變成它的顏色 它的效果非常水潤 但它出門的話 如果使用手霜、潤唇膏和唇膏三個功能 可以這麼細枝就完成了 最後就到這一盒了 我紮扁了這個盒 它就是經典液靈 黑松露面膜 和剛剛的手霜是同一個品牌 黑松露我吃得多了 第一次聽到它會用在面膜裡面 不知道會不會有黑松露的味道 嘩! 感覺上很奢華 連包裝上也有黑松露在 它的主要功效是保濕和修復 我看看資料 一片裡面 就有25ml的精華 差不多就是兩支的黑松露安瓶 因為我現在霸妝了 但是我又想讓大家看看 它裡面是掛耳式的面膜 所以我就找了一位PODEL先生 他在睡覺被我找醒了 就去敷這個面膜 抑你 它裡面不是黑松露的味道 但它是有一種Skin Care 乳霜的味道 什麼叫掛耳式面膜 什麼叫掛耳式面膜 你一會兒就知道了 有沒有緊張 有啊 很大塊啊 適合你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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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嘩! 整個頸也有 它是 有耳朵 還有一條頸的 嘩! 你不要經常這樣震 嘩!嘩! 這是怎樣的 嘩!好冷 嘩!嘩! 嘩! 嘩!這個 可以拉提 嘩! 你很開心啊 你另一邊給大家看看 它除了是面膜這裡 有個掛耳之外 你看到是拉了上去 又有一個掛耳 所以呢 它是做到一個拉提 還有 你現在摻 是不會掉的 完全不會掉 不會動 多謝這位先生的 友情 客串 不是金色毛 不是金色毛 剛才幫它敷的時候 精華在手上 又是不黏黏的 非常滑的 一些透明精華 它除了面膜之外 下面還有兩包 其中一個就是 經典風華回寧油膚露 其實就是 第一步 應該是敷面膜之前用 還有一包就是 經典風華回寧霜 敷面膜十五至二十分鐘之後 你脫下來就可以塗它了 所以一片面膜 就可以做完整個 晚上的護膚治療程 非常之方便 如果大家現在去 假期那些 就這樣打一個 就不用其他的 晚上的護膚治療程 以上就是 今次開箱的產品 全部都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品牌 都幾驚喜 第一印象 無論包裝上 設計上 質地上 都是很有質感 所以我也很開心可以收到 和認識一些新的產品 和和大家介紹 讓我們多一個選擇 好了 今天的開箱就來到這裡了 所有產品的資料 我都會放在info box 全部都可以上網 買到寄到來香港的 希望大家喜歡看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日下午十二點 對了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按哪種視 attent 突然可以下廚